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做反应了 因为指数已经上礼拜碰到24000点了 那我们也讲说你碰到24000点在这里 当然未来它的震荡幅度你只要1% 1%24000点那就是240点 那今天加军股价指数呢我们来看一下 大盘今天的 今天的震荡幅度大概差不多260点 260点最高在24018最低在23759 所以24000点的震荡幅度 今天大概260点 260点大概差不多是1个百分点多一点点而已 因为平排是23916嘛 那260点的话大概差不多1点 不到1.2个百分点 大概差不多1.2个百分点 所以你看那个幅度上下震荡幅度缩小了 那台积电2330这个震荡幅度大概差不多2个百分点 因为它最高是1045最低是1025 20块钱大概差不多是不到2个百分点 1.9个百分点 但是还是比大盘要多 这跟上礼拜一样的 上礼拜我讲台积电它的高低震荡幅度下跌2330台积电 上礼拜台积电它的盘中跌幅高达5%以上 它是超过了大盘 也就是说现在外资在期货这一块来讲的话 它受制于台积电在1000块钱之上一涨难跌 好 特别是台积电如果股价往1000块这个地方 越来越靠近的话呢 它下方的防守压力会越来越强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积电在上礼拜 它会不会大跌5%之后 你看今天它的一个震荡幅度很明显的 就缩小了 所以台积电在这里啊 接近1000块钱这里来讲的话呢 的的确下涨是有一个支撑的 但是选股上面来讲的话呢 可能尽量到24000点了 我说还是要去注意不要去做买这种 短线冲高题材的股票了 那适度的要做调节 因为你把股票卖掉之后 你才有资金 你去买新的 不然哪有那么多钱 天天买新的族群啊 对不对 其实像有些股票像 五四四三三军好吗 我也上礼拜公开告诉大家 我说100块钱之上 我轻轻松松获利入带了 好 那这个五四七四充态 我也讲了 充态 我说我出的209块钱 209 21 我出来209块钱 在这一天 就我出完之后 接下来 大概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内 见到高点 210块钱 可是我们是出在209 我说209附近 去我们会员全速入带 那不是说我不看好充态 只是说在24000点 它一定会有震荡 那如果不把它卖掉的话 我没有这个资金 去做加减码 我没有这个资金去做加码 所以我想充高之后 我先做换股动作 那充态这个地方 有压回 我们再找买点 你看6月份的营收 还没有真正反映出 它今年下半年的 一个获利数字 好 所以 我讲股票市场里面 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去了解 就是说 你的资金灵活 一定要灵活的运用 如果选股选的好的话 其实涨停板不用去追的 你看现在亚光 我7月9号就跟大家讲 我说 车用镜头营收比重大增 那7月9号是上个星期 等于是 7月9号在这里 等于是上个星期二 上个星期二 那我跟大家讲 我说 车用镜头在营收比重大增 而且它的业绩 成长幅度来讲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你可以看到 后来 有没有 它5月份的营收 都已经年增 年月双增了 那公布6月份营收之后 对不对 21亿 比去年同期 15亿多了40% 比5月份又多了11% 而且它公布 它字节获利数字 因为它涨太多了 所以短线上面 你看 亚光第二期单期 赚了1.59元 1.59元 1.59元那是什么概念 各位知道吗 1.59元 就 它 第二季 单季 就赚赢去年上半年 如果加击它第一季 0.4元的话 那 它 基本上来讲 它获利数字 就超过去年 前三季了 所以 当时我7月9号跟大家讲 我说车用比重 在营收的一个大增 好 那 它公布了 这个周末 它公布第二季单季 赚了多少 赚了1. 赚了1.59元 你看 7月12号公布 7月12号公布 你说 13 14 15 一公布之后对不对 直接 7月15号直接跳空掌停板 开盘就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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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3019 亚光直接跳空 掌停板 我们已经大赚27%了 但是掌停板 这就不是追来的嘛 对不对 7月9号就跟大家讲了 有没有 7月9号跟大家讲了 那你今天看到 7月15号亚光直接就亮灯 直接就亮灯 好 那 有的时候跟大家讲 掌停板不用 股票不要用追啊 你不要追掌停板 你追那种快要掌停板的股票 如果隔天震荡下来 你是会被 会被到货的 你是会被隔日冲到货的 我7月份开始 我说我不用追股票 我天天都有掌停板 到今天7月15号了 已经11天了 7月1号 来 7月1号 制胜 掌停 军豪 涨停 军豪 7月2号 智胜 又涨停 军豪 又涨停 原金 涨停板 我现在讲的都是我的讯息 都是我有的股票 不是跟各位去介绍 不是跟各位去送资料 是我会员有的股票 好 至胜 三天三根涨停板 7月3号 礼拜三 冲泰 冲泰涨停 有没有 我7月1号跟大家讲冲泰 对不对 股票不用追啊 你要问未来能帮你赚多少 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我说持续的 你跟着吉小好的人 你跟着股票不用追涨停板的人 你天天都有机会赚涨停 7月4号桥顶涨停 7月5号 军豪又亮灯 光阳科 强攻涨停板 7月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有很多是老朋友 就买完之后就等涨停板来追你 每天都有涨停板 有没有 来 耀华 7月8号 直接炸裂7月天 01 7月9号涨停 10号 男子店 11号 雅光 12号 华融 来看华融 你如果建议追华融 你看看 你如果建议追华融 你是不是被隔日冲的修理 可是我华融 我是买在低档 我是买在低档 那即便华融今天 他没有涨停板 即便华融今天盘中打到平盘之下 我们还是赚钱的 所以股票不用追啊 我们一样有涨停板可以赚啊 今天呢 到7月第三个礼拜了 雅光是不是又涨停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股票不用追天天都有涨停板 7月1号到5号 7月8号到12号 天天都有涨停板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留电话预约下周涨停板 当然这老朋友啦 雅光今天再攻涨停了 那我们是要跟大家去分析 最重要一点 我要的是等一个适度的回档修正 所以当大盘他并没有出现大涨或大跌 而个股他没有所谓的一个 压回好的买点让我去买的话呢 我们是不会随便出手的 可是即便即便我们没有随便出手 我们没有买进 锁定全新的这个标的 雅光还是一样让我们天天都有涨停板 各位 股票不用追天天都有涨停板 所以来电 留电话预约 本周的涨停板 今天礼拜一 跟我预约礼拜二到礼拜五的涨停板 你跟我预约礼拜二到礼拜五的涨停板 你跟我预约礼拜二到礼拜五的涨停板 各位 这不是真实绩效 呈现给大家吗 讯息KY 我有实施要跟大家讲的 最多冲到多少 289块钱 我186块钱的成本 一张就赚10万 至胜 我说这个不是高点 那未来 它会涨到哪里 它会涨到哪里 有时候跟大家讲 跟单你要跟紧一点 像这五四七四冲泰一样 你如果不小心你买了200块钱之上 你的资金现在是卡住的 你跟着我做 我们是获利入贷的 差别在哪里 我一样看好冲泰 可是我的资金是活用的 我一样看好智胜 可是我的资金是活用的 我一样看好讯心 可是我们的资金是活用的 各位 君豪不是最好的例子吗 你跟着我在这边 轻轻松松的买 上来之后我轻轻松松 带你卖掉 冲泰是不是最好的例子 我的成本在这里 我赚股息又赚价差 我的资金是不活用的 各位 股票不用追 天天都有涨停板 好不好 跟我预约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的涨停板 这张股票要注意 毛利率 比迅心还高 我在强调细光值当中 除了光盛 六四四个光盛 迅心之外 这档股票我认为 最有搞头 它的股价只有迅心 只有光盛的零头 可是毛利率就高达四十几% 各位你想想看 这个地方合理嘛 好不好 所以 资料 你们可以到处去拿 可是你真正要赚钱的 我跟大家讲 来 股票不用追 天天都有涨停板 跟我预约 礼拜二到礼拜六涨停板 好不好 留电话 留电话 告诉我 告诉我 告诉我什么 老师 来 你留对 号码 六四五一 留六四五一 加上你的号码 电话号码 有的人很可爱 给我留什么 6806 我说 你买6806了吗 好 通关密语 你要 你要写对才行 好不好 六四五一 来电 加上你的电话号码 你打六四五一 讯星KY 因为为什么 我要你跟着我做事 毛利率比讯星还要高的 所以你留下讯星 你写中文也可以 你打讯星 或是六四五一 再加上你的电话号码 好不好 跟着我们预约下周 本周的涨停板 祝大家财新高照 天天都有 掌停板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补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 脸色 тем意念 与其中心 已是浅人 我们上阳点 调音乐 财新的 尤其 台音乐 充如 知道